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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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了一本书叫《古今一案案》 收录了历代著名一家的一些一案 其中有这么一个一案 一妇人 每次行经 都要腐蟹三天 大夫给他一号卖 认为他是脾虚 脾属血属湿 为什么要输血呢 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为什么又属湿呢 湿 中医认为 脾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 叫主蕴化 蕴化就是消化的意思 包括了饮食的消化吸收 还有一个水液的代谢 这就是脾的主要的功能 到了来月经的时候 脾血下流到子宫 形成了月经 这时候 如果脾虚了 那一定会出现 月经期间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大夫开了一个方子 妇人吃了一个月 病情好了 这个余震 对于这个兵力 就做了一个分析 他认为 这个妇女 平时就脾虚 所以一来月经 本来就脾虚的 这个妇人 又出现了血虚 脾的功能就会下降 而脾蕴化的功能下降了 水湿代谢就出现了异常 下流大肠 变成了腹蟹 所以用这个方子 药症相辅 这个病就好了 那这个是什么方子呢 它来自于何方呢 它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主角 身灵白珠伞 身灵白珠伞 来自于太平惠民合计剧方 太平惠民合计剧方 是宋代 观修的一部 中程药的一个法则 很多名方 流传至今 今天我们说的 身灵白珠伞 就是其中一个 那么身灵白珠伞 在太平惠民合计剧方里边 是这样说的 脾胃虚弱 饮食不尽 多困少力 中满脾烟 心中气喘 呕吐泻泻 即伤寒可言 此药中和不热 狗服氧气欲神 行脾悦色 慎正威胁 脾胃虚弱的人 食欲不振 多困少力 什么叫多困呢 就是困卷 没劲 没精神 少力气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中医认为 脾胃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人体的营养物质 都靠气血 来支撑 这些营养物质的来源 是靠脾的功能正常 才能够出现 供给生理功能的基础 那如果说脾虚了 那自然而然 人的营养就不行了 就出现了身体的困倦 没有力气 中满脾烟 什么意思啊 脾虚的人 中胶 胃腕 腹部 可以出现胀满 那我教给大家 怎么去分析 脾跟胃的出现的问题 中医说了 胃主受难 脾主孕化 不想吃饭 没胃口 胃出了事 吃完饭 堵到这下不去 脾液 是脾虚造成 这好分析了吧 在临床我经常见着 有些病人说 我胃口很好 我不敢吃 吃完就堵着下不去了 那一定是脾虚 当然说 什么都不是绝对的 我们还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离 一般的规律 是我说的 不想吃饭 胃出了事 想吃饭 不敢吃饭 堵在这儿 脾虚造成 脾出了事 心中气喘 有时候会出现 喘气气短 呕吐蟹蟹 即伤寒可厌 这个实际 都是消化系统 出现的症状 此药中和不热 酒服氧气欲神 说明什么 身灵白竹伞 非常平和 安全 就是你吃着药 吃久了 它可以养气 人的正气 是需要养护的 正气充足了 邪气 一切导致 疾病的因素 就不可以侵犯你 你就抵抗力好了 育神 你的精神状态就好了 四肢有力了 气血充足了 后天吃 本给你 补出了充足的营养 那人的精力就旺盛了 行脾月色 什么叫行脾 就是把这个脾的功能 给唤醒了 脾的功能唤醒了 你想它的消化吸收 一定是很好 而消化吸收 很好了 营养补充就充足了 比如现在很多小孩 我在文诊中看到 很多小孩厌食症 那这些小孩 他就是什么 脾的功能不足 因为中医认为 小孩脾肠不足 所以这种情况下 有的吃的饭还是正常 有的吃饭都不正常 就厌食 但是身体 同样都是消瘦 怎么回事呢 那一定是跟 脾的功能下降有关 所以行脾 唤醒了脾的功能 让它充足地 去发挥它的作用 它发挥好了 那人的营养吸收就好了 后天之本 说白了 叫做伪了 顺正 威胁 什么意思啊 就是让它政绩充足了 就可以预防外邪的内勤 这就是 申丁白猪散 在太平惠民合一局方里 对它的评价 那我们看看 它的组成是什么呢 有莲子肉 蚁仁 沙仁 结梗 白匾豆 白芙苓 人参 甘草 白猪 山药 石锐 它的功能 意气健脾 甚是指泻 所以治疗 脾须泻泻泻的 饮食不化 顽腐账满 面色伟黄 困倦 乏力 食少变糖 消瘦 食欲不振 这些都可以指 那这个方子 到底是怎么 去作用人体的呢 白芙苓 人参 人参 甘草 白竹 石锐 食食四菌 紫糖 这个方子都用了 从君臣左使来说 人参 白竹 白芙苓 三味药 健脾 健脾 一气 肾尸 止泻 去吃 为君药 用山药 莲子肉 白匾豆 一人 为尘药 助 君药 以肾尸 健脾 还有止泻作用 再一个加上 杀人 行匹开胃 捷梗 上下交通 调理契机 培土生金 甘草调和猪药 共同为左使药 这首郎郎上口的歌诀 描述的就是 森林白竹伞的配方与功效 森林白竹伞 明明是一个 针对肺气虚弱而设的方计 为什么他的祖方里 却用了很多健脾的药物 其实 这种创方原则 刚好契合了中医的 培土生金之法 那么 什么叫培土生金呢 培土生金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中医的治疗的一种手段 中医的理论基础 要根据阴阳母行 作为它的理论基础 来辩证论治 五行是什么 五种物质 木火土金水 这是一个相生的关系 五行有生克秤乳 四个关系 相生相克最常见 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对应了五脏 干心脾肺肾 所以 根据五行的这个理论 来推断 干是生心的 心是生脾的 脾是生谁呢 生肺 脾是属什么 属土 肺属什么 属金 所以肺跟脾 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脾为肺之母 肺为土之子 是一个母子关系 而中医认为 很多疾病 在发展过程中 母病即子 子病即母 传变 既有正的传 又有反的传的 这个培土生金 就把母亲这个脾 给调理好了 变成强大了 正气充足了 而这个子的肺 也得到了 很好的治疗 脾虚调整了 肺脾虚 也得到了恢复 这就是培土生金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肺病的咳嗽日久 那中医认为是什么呢 脾为生痰之源 肺为储痰之气 尤其咳嗽 好几个月不好的情况下 那一定是跟脾虚有关 就是脾为生痰之源 它的源头是在脾 肺为储痰之气 所以只有建脾 把脾的功能建好了 印化正常了 痰就少了 而痰少了 对肺的刺激就少了 通过脾的恢复 肺的功能 也得到了恢复 这个疾病 就好了 这就叫培土生金 从这点来看 中医认为 疾病的治疗 一定要整体 也就是整体观念 辩证论治 是中医治病的精髓 所以看似表面的 一个脏的事情 实际上要考虑 跟它相邻的脏的一些关系 母病即子 子病即母 相生相克 这些关系 如果考虑好了 就把人看成一个整体 疾病的治疗 就可以去其根本 也就是治病求本 身临白种散 在形成以后 其实也有 在发展过程中 跟它类似的方式 比如说 明代的古今一剑中 就在身临白种散 的基础上 加了一位陈皮 陈皮呢 在中医认为 是形器 合胃 还有造尸的作用 在身临白种散 的适应症里面 对于脾胃 满闷不舒的 加上形器的药 一定效果更好 所以从这点来说 古今一剑中 公信 这位医家 就在 前人的基础上 根据当时的 疾病的 发生发展的规律 加以 加减 这个体现了一个 什么道理呢 就是 我们在 继承 传承中医理论 和方济的基础上 要学会 结合 时代 也就是现在说的一句话 叫与时俱进 你不能完全 照方抓药 时代不同了 如果 没有变化 很难 结合 现在 时代 饮食 生活 起居的变迁 还能 对一些疾病 达到 药道病除的目的 工信 在这个 太平 惠民 合义 区方的 深陵白珠 伞的基础上 加了陈皮 就是 一种发扬 一种传承 而在传承过程中 很多著名一家 对这个方子 情有独钟 那首先 对他 最感兴趣的是谁呢 一定是 纪元四大家的 补土派的 创始人 李东元 李稿 他是这样评价 这个方子的 脾胃虚 则百病生 你瞧 他评价多狗 中交脾胃 不能出事 出了事以后 可以连接到 五脏六腑 任何系统的疾病 都跟这有关 大家一想 有道理吧 民以食为天 说这人都不能吃饭了 那生命将要结束了 所以这个胃 脾胃 一定是很重要的 后天之本嘛 所以有的朋友 问我说 他的父亲 九十多岁了 病了以后 问我说 还能活多少天啊 我说这能预判吗 中医怎么预判呢 所以我问他一句话 你这个老先生 吃饭怎么样 说我父亲 胃口还特别好 吃得特别多 我让你一想 这个没什么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 中医认为 有胃气则生 无胃气则亡 所以一定是 他有胃气 他能消化吸收正常 那人体的基本的营养 是够用了 那肯定他应该说 生命的延续 还有很长一段 回过头来说这个 脾胃虚则百病生 条理中周 其守物也 中周就是中交 上中下三交 脾胃是中交 条理中交 脾胃 维护脾胃的功能正常 是最重要的 因为李稿 李东元是 补土派的代表人物 所以他对中交脾胃 强调的特别多 脾月肝 雇用人参 肝草 一人 什么叫脾月肝 就这个脾 喜欢甜的 咱们老百姓都知道 中医讲 一阳五行 五行木火土金水 还对应的是五味 酸苦甘心咸 甘味 对应的是脾 所以适当吃点甜的 是可以养脾的 人参 肝草 性温 偏甜 所以说这个祖方 它就有巧妙之处 考虑了脾的特性 涂洗灶 不用白竹茯苓 脾有干燥的环境 洗灶勿湿 中医讲的五脏里面 还有一脏 跟它正好相反 哪脏啊 肺啊 肺是洗润物脏 脾是洗灶物湿 正好相反 所以你脾胃不好的 适当的应该在 北方生活 干燥的环境生活 所以你肺不好的人 适合在南方生活 因为南方酱油量高 北方酱油量低 所以五脏里的脾跟肺 正好相反 那灶的环境 它就用了白竹茯苓 肾湿止蟹 去吃 腺脾 药都有属性的 脾气香 不用沙仁 脾气有什么 香气的药 中药的里边 香气的药 大概有将近一百种 比如说沙仁 大家如果吃过中药 调理过脾胃 都会知道 沙仁是后下 有一种香气 你这个药里 有二十种中药 只要有一味 沙仁 你就会闻到 它非常香 而这个脾 喜香 就可以唤醒这个脾 使它的不作为 变成了功能正常 心生脾 不用连肉一心 五行当中 肝是生心的 心是生脾的 脾是生肺的 所以把母亲养好了 同样可以 儿子身体遗传就好 那也就是说 用养心的药 间接地去健脾 所以用了连肉 养心 一心 土雾水 不用山药制肾 刚才咱们说了 脾是喜躁物施 所以不喜欢水 所以用了什么 山药来治水 肾煮水 山药是健脾一肾 对先前之本 后前之本 同时都有很好的作用 所以山药可以治肾 节耿入肺 能生能降 所以通天气 与地道 而无匹色之优也 节耿入肺 交通上下 通调水道 能生能降 所以它通天气 与地道 而且这个节耿 还可以载药上行 比如我们治疗 头面部的疾病 经常可以加一个节耿 所以这个气息调畅 不要死板 人是一个活的 所以五脏六腑的功能 也让它活起来 所以这个节耿 就有上下通畅 调畅的作用 而无匹色之优也 什么意思 消化好了 吃尽东西 能够及时地消化吸收 那这个方子 你不觉得很好吗 这就是李东元 对身灵白猪散的 一种论述 在中医五行理论中 自然之五行 对应人体之五脏 彼此之间相生相克 皮为土 肺为金 陪土生金 指的就是用 贱皮液气的方药 来补液废气的方法 作为补皮胃 液废气的良方 身灵白猪散的功效 一直为历代一家所称赞 那么 关于身灵白猪散 都有哪些经典的 一案故事呢 应用 身灵白猪散的历代一案 在里边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是为什么又加减了 加了一些消导的药 比如山楂啊 麦芽啊 推断 此几代后 得的是什么病啊 消耗不良呗 脾胃虚弱 所以加了一些消导的药 所以加了一些消导药 止血的药 减了一些 实际在清宫里边 很多皇帝 都会有一些消耗不良的症状 或者说中医讲的叫脾胃病 因为民以食为天 这些皇帝 这些嫔妃 包括慈禧代后 那饮食方面 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所以当出现问题以后 这些御医 就会开一些 贱脾 去尸的 有的止蟹的 消倒的 这些药 这些鱼 开的方子里边 就看到了 森林白珠伞的身影 在门诊中 我也经常会用到 森林白珠伞 比如说 溃痒性结肠炎 在2010年的一天 门诊中来了一个 50岁的男士 反复性的腹泻 来到门诊说 我腹泻 我一想腹泻还不好吃 他一说六年了 我一想 那肯定很厉害了 他说 外院给我诊断 溃痒性结肠炎 有时候还要出血 有浓血变 肚子有时候疼 关键这人 一望着一看 身体比较消瘦 面色伟黄 雨声低微 说话声音很低 平常乏力 每天腹泻 四到五次 精神也不振了 所以看到这个情况 我在一号脉 脉 沉细无力 辩证 脾胃虚弱 气血亏虚了 病成肠了 再加浓血便经常出现 血也亏了 质法 健脾 肾湿 止血 还有凉血 凉血止血 那这种情况下 极泽质 极泽 所以给它开了什么药呢 肾灵白猪散加减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 党参 因为人参太贵啊 所以用党参 代替了人参 党参 白猪 腐灵干草 炒扁豆 生地 丹皮 地狱炭 这些药 都体现了一个贱脾 止蟹的作用 还有山药 还有一仁 这些药 吃了七腹 这个人 腐泻 从四到五次一天 变成一到两次 关键 浓血止住了 所以浓血止住了以后 气血亏虚就存在了 所以这时候辩证 它本质 还有气血 不足的表现 法力什么 都是气血不足 所以缓则至其本 这时候 把凉血止血药 单皮生地给去了 改成熟地 熟地是 补血的药药 再加上黄芪 补气的 提高抵抗力 调整了三个月 这个患者 痊愈了 那从这个病例分析 申灵白猪伞 在治疗的初期 到后期 一直在加减使用 溃氧性结肠炎 现在医学 也分不清 它到底什么病因 解释不通 跟免疫功能低下有关 但是别的也就 找不出病因来了 所以中医 在治疗过程中 健脾 医气 肾湿止泻 一定是贯穿使用 所以 申灵白猪伞 治疗脾胃病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 我曾经在门诊中 还治疗了一个 痰癮的病人 这个患者四十八岁 女性 什么是痰癮呢 她每天早晨 起床第一件事 前咳痰 平时也不咳嗽 咳出几口痰了 一天才觉得舒服 要不觉着这咽喉和胸部 满闷 不舒 尤其咽喉 老觉有东西 这种情况有多年 有四五年了 中医有一句话 脾为生残之源 肺为储残之气 脾虚了这个生残之源 老出现 那我们就要用 胚土生残的方法 这个患者的症状 也适合用 胚土生残法治疗 这是为什么呢 面色黄白 身体消瘦 食欲不振 精神也疲惫 所以脾虚的症状 完全符合 给它开的方子 贱脾 义气 肾湿 止蟹 加上去痰 这个要回忆起来 咱们说这个 森林白猪散 其实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贱脾止血 第二它对肺虚的气喘 还有很好的作用 所以它不是光是贱脾的 它治了两个脏的事 所以用这个方法 培土生残 既可以贱脾 又要断气弹元 又要什么 补肺气 所以这个患者 我用了什么药呢 就用了 党参 白竹 甘草 茯苓 还有法下 尘皮 二尘汤 等底子 造湿化痰 还有什么 还有 玉米 山药 剑皮 肾湿 当然我还加了两个 对于丸痰用的药 生蛤鞘 生海石 吃了七腹 痰少了许多 但是每天还在存在 这时候 食欲增加了 去了生蛤鞘 生蛤鞘 治疗丸痰的 加了折备 生黄旗 培补 它的正旗 让肺气充足 让脾气 得到了 很好的维护 脾气纠正了 肺气 也得到了 很好的纠正以后 脾肺 气虚 没了 症状 就会缓解了 所以这个病人 治疗的过程 完全是我们 培土生金的 一种具体上 临床上的应用 所以效果非常好 从现代医学 和现代科学 对中药的 明方的研究 发现 森林白中散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研究的成果 第一 它可以保护 消化道粘膜 第二 调节 胃肠道 运动的节律 第三 它可以调节 胃肠道的菌群 第四 它可以控制 严整因子 第五 调节免疫 五大作用 用现代的科学手段 研究了明方 确实有很好的作用 所以临床上 森林白中散的 治疗的疾病 也越来越广泛 比如说 溃痒性结肠炎 还有 反复性的口腔溃痒 还有什么 肠义级综合症 这些 现代医学的病名 凡是中胶脾胃的一些 疾病 它基本都可以治 所以从这点来说 我们要结合 现在每个人的特点 每个地区的差异 辩证论治 要有加减 虽然这方子很好 但是我们一定要辩证论治 与时俱进 在中医理论中 脾胃虚 则百病生 作为意气健脾的名方 森林白主伞 具有温而不躁 补而不郡的特点 可以氧气欲神 醒皮悦色 作为一则传世古方 森林白主伞 始终保持着活力 同样适用于 现代疾病的治疗 那么 在现代的中医临床中 我们在使用 森林白主伞时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请继续收看 传奇古方第十五集 意气健脾 森林白主伞 注意事项 任何中程药 虽然它非常安全 也说了 用这个 森林白主伞 可以偿服 但是 我们一定要有适应症 比如说 你大便过于干燥的 那你这个 也是脾虚 当然你这个止泻的药 就不能用太多了 所以 我们有气症 用气药 辩证论质 第二个 对于孕妇 小孩 还有老人 还有一些 患有慢性病的人 你要 根据慢性病的特点 选择性的应用 也不能说 一成不变 再一个 就是 病止药除 就是到了病 好了以后 我们的药 一定要止住了 就不能再用了 有些患者 觉得吃着挺好 老认为应该 鼓鼓疗哭 已经痊愈了 还吃时间很长 其实 我个人认为 还是应该 疾病痊愈了 药我们就停止了 我们可以 把药物改成食料 转变到食料的方法 调整脾胃 其实也有很好的作用 药食同源 健脾的食物有很多 大枣啊 山药啊 莲子啊 玉米啊 等等 把药物改成食料 更安全 那实际 跟森林白猪伞 这个家族 比较相似的 治疗 以为病的 一些药 非常之多 大家看 森林白猪伞 是不脾胃 易废弃 两块全治的 当你出现 有痰 我不抽烟 不喝酒 但是我有痰 脾须腹瀉 食欲不振的 面色伪黄的 这些 用森林白猪伞 而龟脾丸 意气健脾 阳血安神 才用一个心脾两虚的 那心脾两虚是什么概念呢 中医讲心主神明 有的人思虑过多 考虑问题特别细 思虑过度 劳上心脾 这种情况下 就是不但有脾胃病 还得有睡眠不好 而且有气血 不足的 心脾两虚的 气短的 这时候用龟脾丸 所以身灵白猪伞 治疗肺跟脾出的事 而龟脾丸 用于脾跟心出的事 两个不一样 同样都是治疗两个脏 父子李中丸 温中散寒 用于脾胃虚寒的 那脾胃虚寒 代表什么 就是中胶脾胃 特别怕凉 平常 他老捂着这 得热则输 用热水袋 敷着才舒服 这种情况下 一般是脾胃虚寒的 比较多 舌质是淡的 脾虚乏力 喜温不喜凉 就是人喜温 待在温暖的环境 不喜温 寒凉的环境 这种情况下 父子李中 是比较适合的 再一个 木箱顺其丸 那这个药是什么作用呢 它是有顺气的作用 上面几个 都是以脾虚为主 它这个 不但有脾虚 还有气质 平常体质还不错 但是一生气了 胃和肚子胀的很厉害 根本吃不下东西 所以 行气化质 当然还有一种 它不是生气了 暴饮暴食 吃的东西太多了 堵到这了 也出现账 所以 健脾和胃 行气化质 治疗胸隔满闷不舒的 行气的要多 还有止疼的 木箱顺其丸 木箱止疼 里气止疼 健脾丸 不用说 完全治疗虚症为主 没有实症的 比如很多 大人呀小孩 食欲不振 脾胃虚弱 厌食 身体消瘦 这些用于脾胃虚弱 没有其他肩胛的实症的 用健脾丸 效果比较好 好了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还有 下期再见 名 Di